请 跪下 太后 纵然我犯错也有大秦刑律处置 你私自提审人犯 意欲何为啊 白将军 南郡撤军 置百姓于不顾 兵困咸阳 欲挟王上号令群臣 你可知错 一个久居深宫的女人哪知什么对错 笑话 白将军运气不好啊 撞上我心气不顺的时候 仗则八十再来说话 王上就是太纵容你这个王后 才让你有胆量干预刑律 依照大秦惯例 亲王未曾籍惯 朝室可由太后决断 别说仗你八十 将你仗毙 谁敢置会 打 去 南郡气名视为不仁 杀粮冒功视为不义 背弃复远视为不孝 要挟王上 视为不忠 你一个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的东西 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叫嚣 你信不信 若我现在把你丢去南郡 那些愤怒的百姓 会将你撕成碎片 你那位战功显赫的父亲 纵然深埋地下 也要以你为耻 你直接杀了我 给我个痛快 死 死是天下最容易的事 可武安君一生征战 为秦国开疆辟土 血染沙场 他正来的茗玉和荣耀 都要因你而染上污点 你不想着卫父洗刷耻辱 只念着个人私承 如今还要一死了之 好 我成全你 将白仲拉到闹市 当众宣读他的罪状 让老秦人自行决断 我倒要看看 大秦百姓 如何对待一个谋逆之臣 你到了地下 如何面对你的父亲 面对因你受诛的白氏宗族 面对那些无辜枉死的南郡亡灵 是 去吧 太后 我知道错了 我知错了 大秦是我的国 我的家 王上是我宣誓一生要效忠的人 我不甘为保死仇忘却公义 我请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发誓一声效忠于你 我只要在战场上写刷我的耻辱 我还能相信你吗 若有为事 乱剑穿兮 死无缺尸 好 从今以后 你不再是战场上鹰鹜的将军 只是教导秦王武术的武师 魏辽 太后 这是唯一的机会 能否抓得住 就看你自己了 臣魏辽 我以后 谨遵太后旨意 殷小春 我这辈子第一次这么惊人一个女人 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你明明答应我了 爱是什么 不过是闲着无聊打发时间的玩意儿 人活着又是为了什么 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 其他的一切都要靠边站 白将军 这可是你的原话 你的理想是要杀了吕不韦 可我的理想是治病救人 咱们都不是一路人 我凭什么帮你 你在报复我 想当年我杀了赵仪 想当年我杀了赵仪 你步步设计让我逐步爱上了你 然后再把我从云端狠狠地推下来 你再为他复仇 不 两军交战 各凭手段 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这就是他的命 我不怪任何人 但你不该践踏我的感情 更不该密室女人 在你看来 女人为了所谓的爱情可以背叛之交 为了自己心爱的男人可以不顾一切 告诉你 你将我看得太低了 我与昊兰相识十五年 经历风雨 生死与共 就算全天下所有的男人加起来 都没有我的至交重要 你还想用将军父之为 叫我违背道义和信诺 白昼 你未免自视太高 我从来就没有认识过你 我今天好像才第一次看清了你 我今天好像才第一次看清了你 这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 你得牢牢记住 别总昂着头看人 小心脚下的路 若你再有刑差踏错 谁都救不了你 小春 你我朝夕相处多年 难道你对我 真的没有一丝震惊吗